俄国总统普廷6号分别访问 波斯湾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以及沙乌迪阿拉伯 因为乌俄战争遭到国际法庭通缉的普廷 似乎没有把通缉令放在眼里 普廷此行主了拉拢波斯湾友邦争取支持 外界猜测扮演乌俄调停人的沙国王储沙尔曼 可能向普廷传话 而目前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 似乎力道减弱 也让普廷信心打抖 跟沙国王储穆罕默德热情握手 显示两人的好交情 俄国总统普廷6号率团访问沙乌地阿拉伯 跟穆罕默德约定下次莫斯科见 两人除了讨论能源等合作议题 穆罕默德曾多次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被外界视为乌俄调停人的穆罕默德 是否传话给普廷引发关注 访问沙国前 普廷先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访问 进入总统府时 上空有阿联军方飞行特技小组 喷出象征俄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彩烟 熊啾啾的骏马和骆驼 分别在道路两旁迎宾 会见阿联总统穆罕默德时 普廷表示 两国关系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普廷这趟出访波斯湾 俄国空军派出四架苏凯35战机半飞 护送普廷抵达目的地 而在此同时美国白宫警告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就快用完了 拜登呼吁国会在耶诞假期休会前 通过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 否则普廷很可能拿下乌克兰 刘永伟编译